大家记住 习的猪头这个名主要是胡舒立给起的 就是当时就发了个猪头的照片 是吧 胡舒立都知道是猪头名起胡舒立 大家都知道 胡舒立又是王岐山的小情人 李友又是王岐山的情人 王仁哥和胡舒立又说不清楚的关系 这帮孙子就复杂了 然后吴征 杨兰 钥匙兰 跟胡舒立那就是一家人 亲的不能再亲了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什么垃圾巴糟的 是吧 然后胡舒立当年帮助搞增 搞增围 帮助王岐山 你看王岐山和增又是江家的人 又是梦子一伙的 所以说拉帮套的关系很复杂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这个胡舒立真的是妖精 这个真的是性虐待者 胡舒立为啥呀 攀亲富贵 他图的是什么 是他图的是名 就是胡舒立和王岐山之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情怀 那就是名 很在乎身上的羽毛啊 就像有人爱穿衣裳 爱美 有人爱吃 有人爱钱 他不一样 胡舒立这一辈子 又是杰渣呀 又是不生孩子 就是要玩性虐待 充分地享受男女雨水之欢 然后要得到最大的名 所以说你看BBC 你看看这个华尔街时报 竟然把最高荣誉奖都搬给了胡舒立 然后胡舒立又爆出了习近平家里边的全程操作 那个叫富什么 原来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姓富的叫富啥我都忘了 跟我聊天 他最好的哥们就是胡舒立 就是他最牛就是胡舒立 他报道习家资本所有的信息 主要来自胡舒立 所以说这个海狗女儿胡舒立 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这个家伙 然后BBC 咱们战友的采访都不能出来 包括在BBC曾经的把七哥给黑掉的采访 那都是这个胡舒立干的 所以习的猪头又名胡舒立 你看啊 报习家的资产 绝对胡舒立 布隆伯格 然后搞这个《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都他干的 然后呢 所有关于习家的负面报道 也都是胡舒立干的 所有的 你会看到习家的资产报道 家人的负面信息几乎都是胡舒立 胡舒立是王岐山的哥们 是孟建柱的粉丝 江家的人 江志成 又跟李友王岐山的哥好 你看这关系有意思了